经常会看到横跨扎房市中心 种满了花位大通公园的宣传照 这个布局有些似有中央公园的纽约曼克顿 背后以扎房电视塔来造陪亲 凸显了这里既有大自然又有现代城市的一面 大家等等究竟是哪一个设计呢? 在2021年尾推出的《47度多虎远巡游北海道特册》里 简单介绍了整个北海道正式开始和开狠发展 只是这150年的事 当时除了近半周的从前和咸馆之外 北海道是一大片湿原和森林 1854年莫府和美国签署了《日美和亲条约》 日本仍要求开放两个港口 分别是在靖江沿伊豆半岛东南部的夏田 还有北海道南部的商管 即是现在的咸馆 在日文发音里 商管和咸馆是同音 在这个时候 北海道还被称为哈尔地 在5年后的1869年才改名为北海道 距离2023年只是154年前的事 直到19世纪中 扎房一带还没有来自本州的人定居 今次的主题是扎房开狠 2023年6月我去了扎房 亲眼看了今天还可以追寻到的古迹文物 和和当地人谈谈一番 令我最惊讶的是今次追寻扎房起源之旅 竟然和2022年11月到访了九州的座河拉上关系 两个地方相隔2000公里 很多人去扎房旅行 都会先查查JR扎房站 大通公园、离小路、博野 在哪个地方 今天可以用Google Maps来查 可能会有人发现扎房的城市规划很特别 市中心都被整整齐齐地 一个又一个的四方格 明显是有完善的规划 这些四方格称为街区 即英文的Block 很巧合我住的京都 亦是由整齐四方形的街区组成 京都历史悠久 规划可以追寻到公元794年 电立的平安经 来现在已经有1229年 但和近150年才获开发的扎房 有类似的规划 这一个共通点真的有趣 其实最初规划扎房的人 是参考了京都 除了街区设计相同之外 亦都用条来作街道的名称 例如Megadonky离小路分店的地址是 扎房市中央区南三条西四丁目十二一 这段影片就是以考究在城市规划上 为何京都市和扎房市相似唯一一个起点 追查扎房这个地方 如何由树林和湿原 发展为有200万人居住的大城市 而今次旅程 事先在Instagram 邀请了几位住在扎房的香港人 会面 多谢他们告诉我这个地方的特色 和他们居住的感想 我加深了对这个地方的认识 亦都得到书本里找不到的宝贵知识 日本里面有很多资料都以团田兵为扎房开狠的起点 日本里面有很多资料都以团田兵为扎房开狠的起点 我也是这样想 但其实是还有前转 先来到资访市电视塔附近 去目的地图中找到一间由1872年开始营业的中药铺 以获市政府列为万物 店铺本身在不是很远的地方开张 中途租火灾销位 而在1901年搬到这里 留意一下 尤其团田兵到部的是1875年 被这间秋夜中药局开张迟三年 明显是有前市可以追查 再向前走不久 来到南一条西一丁目的十字路口 前面可以找到一条小桥和一条小河 没想到这个地方会成为露宿者的安乐窝 留意这条桥的外观有点古典气色 有宝珠作装饰 在日本通常有宝珠作装饰的桥 这条桥是有特别的背景 这条桥是创成桥 而下面留过的是创成村 这里是刚扎房建完的时候 不可以不提的地方 后面看到的电视塔 来到不太远 地图上可以找到创成桥 比较远离购物区 桥旁边建了北海道里程圆标 即是代表北海道的道路 以这里为起点 也作为北海道开狠的起点 所以不要小看这条沧圣桥 在桥的对面找到一个人像 是大有龟太郎像 旁边的说明石被写住 扎房开拓的先驱者 于1866年向商管政府提交了 哈尔地开狠计划书 看了这段说明 我理解为大有龟太郎 是最初开狠扎房的人物 这里就是比琴此屯田并村更早前转 不过回到京都后再翻查资料时 发现了扎房比1866年更早有关开狠的历史 如果要写扎房开狠150年时时 琴此屯田兵村是第一集 而苍城桥和大有龟太郎是NPSOZERO 在之前的是真正的前转 中文字幕提供 流过扎房市的河流 封平村 源头是芝忽湖 流过温泉升地定山溪 扎房市南部和东部 之后和石手村会合 再流到石手湾 在旺区兼红灯区的薄野向东一直走 会经过挂在封平村上的封平桥 过到去对岸不远 找到一条木柱 上面写着 扎房开祖 自寸铁一用 居住之地籍 除了扎房开托的先驱者之外 原来还有扎房开祖 这就是所谓前转的一部分 被大有龟太郎大概早十年的事 先补充一点 扎房这一带在三千年前至一千三千年前 已经由人居住 而且留下了痕跡 在最由扎房站东北的邱珠成文为绩 在这里所谓的开狠 是迈向近代化的开狠 源头可以追溯到至川铁一 1857年 商管政府为改善交通 铺设了扎房越新道 来连接小军的前涵 扎房去到千岁 不过当时为何要铺设道路 来连接前涵和千岁 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相关更深入的技术 只是找到是为了方便旅客通行的资料 不过当时相等于现在的扎房市 应该是未获开发成为一个镇 扎房越新道途中通过丰平村 本来住在石首的智村铁一 授命去到丰平村旁定居 参牧厅接送经扎房越新道过河的旅客 还有在河边经营小客栈 她和老婆住在东岸 即是木柱附近的地方 她亦是最早在扎房定居的本州人 她出生自信州 即现在的长野院 是一个劍客 相传住客栈的客人想走路的话 她便会大牵身手处理问题 而居住即附近 树立了她的表扬碑 但故事没有那么简单 原来之后还有第二个扎房开祖 她是吉田茂伯 住在丰平村的西岸 同样都是接送旅客过河 在对岸的丰平桥旁 可以找到扎房开祖吉田茂伯碑 她出生于南部 即现在的岸首苑 至村和吉田是最初定居在扎房的本州人 两个家庭合共有七个人 1868年进入明治时代 之后那一年明治政府改变扎房开狠计划 至村遭到罢免 而吉田继续撑艇接送旅客过河 她还开作了运河称为吉田忽 促进扎房的发展 吉田忽和创盛期的大幼龟太郎也有关系 讲解了前传 之后就是episode zero和第一集 商管在1854年开港 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当时俄罗斯南下威胁北海道 莫苦要加快开发北海道加强防卫 而莫发展的商管位于北海道的南部 如以商管作开发北海道总指挥基地的话 在地理上偏离中心 有点不方便 莫苦要找更适合的地方 派人去靠近中部的石手作考察 石手即是扎房附近沿海的地方 在广义上石手包括扎房 回到创城桥前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要去 搭地下铁东风线去到環状通东站下车 走不久就找到扎房村香土紀念馆 这里又有一个大幼龟太郎的像 这里原本是大幼的住所 现在改为小型博物馆 出生于神奈村远小田园农家的大幼龟太郎 在1858年莫商管政府邀请去到北海道 开垦了穆古内和北斗 累积了八年经验 北斗即是现在北海道新干线的终点站 1866年大幼向商管政府提交了哈尔地开垦计划书 莫任命为哈尔地开垦负责人开垦石手一带 大幼和同伴到处考察去找适合开垦的土地 选择了扎房这个地方 斩树整理农地和开作灌溉用的水路 水路由丰平村附近为起点 途中经过创城桥 最后留到香土纪念馆附近为终点 全长大概是4公里 水路获命名为大幼窟 刚才提及过的吉田窟 是大幼窟起点附近的一段 大幼是在扎房开垦农地的先驱 第一年开作水路等作准备 第二年迎接来自山营和新式的农夫开始种田 农田就是在香土纪念馆的一带 有28户农家 囚田受获了一些稻米 香土纪念馆一楼展示了各种农具 竟然可以保存得很好 令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用来放婴儿的蓝 原来以前的农夫用这个方法来照顾婴儿 楼上的二楼入口摆满了暖炉 我在纪念馆逗留了两个小时 有一半时间都是跟职员女士谈 关于暖炉都说了15分钟以上 她是扎房人出身于二战之前 即是由扎房开始开狠到现在的中间点 我问了她不少当时生活的状况 先前我介绍了北海道的水手服 问她有关问题 知道原来她在中学时也有穿水手服 因为要用烫斗来烫水手服很浪费时间 所以睡觉时就把水手服放在床上 用人力来烫衣服 她把70年之前的记忆传授给我 就是这样就说了一个小时 得到大有龟太郎的开狠 纪念馆一带形成扎房村 之后创成峭一带称为扎房 这里就改名为圆村 纪念馆二楼还展示了一座当时村政厅的模型 职员女士指出模型有些出错 留意窗门是推开的 但看一看照 窗门是向上烫开 是洋式设计 采用洋式设计的村政厅 显示了扎房开狠的时候 引入了爱国技术 大有开狠了大概两年 日本政局大变 由江湖时代变为明治时代 北海道开狠政策也有变 大有因为不满政策 于1870年1月 离开窄房和北海道 回到一楼 其实这些农具都是用来种洋葱 大有离开了几年之后 二一道开始种洋葱 据职员女士所说 有些出口去到香港 在纪念馆入口 找到有关种洋葱的人物和纪念碑 对北海道农业有重大贡献 William Clark 是在日本无人不知的大人物 获克邀请的William Brooks 来扎房 由出生的美国麻省 带来了Early Yellow Group的品种 在扎房村种植和作品种改良 改良成为扎房王的品种 促进了这里的农业发展 有关为何种植洋葱和有何好处 曾经有种植洋葱经验的职员叔叔 告诉我 洋葱可以埋在地下保存 而且容易保存适合船运出口 售价也不差 但我问及十九世纪末的日本人 会不会吃洋葱 职员叔叔没有一个确实的答案 我觉得明治时代日本人开始吃西餐 和日本人如何习惯吃洋葱 是一个有趣的题目 等日后有机会我会研究一下 回到创城桥旁边 大有龟太郎像坐立的位置 这里展示了创城村和创城桥的历史 地板上写上了事务室 维路里的文字 其实地上画了昔日建在这里的派出所的格局 这个设计也挺有趣 展版上有一张名字24年 即是1891年的地图 四周已经由四方形整齐的街区组成 大有窟在1874年改名为创城村 是大有离开宅四年之后的事 留意一下说明 1869年判官倒易用 以大有窟东西为基族发展了宅房 再回到北海道里程圆标 旁边有一个石碑 是窄房建设之地的石碑 窄房城市建设在这个地方开始 我估计调查一下判官倒易用 就可以知道 为何窄房市的规划好像京都 来到我半年前去过的座河园 参观了座河城本院历史馆 进去不是很久 竟然发现了赌易用 他曾受座河繁之命 于1856年去哈尔探险 实际他用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差不多围绕了半个北海道 1869年 他获名至政府任命为 哈尔开拓市首席判官 座河城的展版展出了他的设计图 赌判官并且自贪自赞 说将来窄房会成为世界第一的城市 正因他理想高尚 他将一年的预算在三个月内用尽 而租到隔职 1871年后任的岩村通晋 接手开发城市 不过事情有点复杂 刚才提到赌易用参考京都 作窄房的城市规划 但找到窄房市公民书馆演讲会的资料 讲及在历史资料里面找不到设计成整齐四方格的原因 而赌易用离开之后 设计图经修改 修改了的设计图在岩村上任后才完成 原本赌易用的石首国本府指图 比较简单 有本厅 大路两边有医院等等的建筑物 不过实际本厅的位置和这张地图不同 估计岩村上任后有修改 赌易用的计划里面 本厅在北四条东日丁 就是在创城村旁边 这张明治四年及五年扎房市街之图 和刚才赌易用的设计图不同 明治四年即是岩村上任的年份 最终建好的本厅就是这样 在洋式的设计 位置在JR宅坊站和大通公园中间偏西的地方 地址是北三条西六丁木 和岛二用的设计图不同 1873年10月落成 但在六年之后的1879年 因为火灾而消灰 现在开拓之村里面可以找到重建了的姿态 所谓本厅和判官 都是属于开拓市这个政府部门 由明治政府于1869年成立 转门负责发展北海道和抵抗俄罗斯南下 大有龟太郎就是因为不满开拓市的政策而离开债房 开拓市有十年计划 由之后成为日本第二任首相的黑田青龙提出 投入一千万日元开发北海道 另外开拓市还有一个著名的政策 屯田兵 由JR宅坊搭咸館本线 向小津方向第二个站就来到住宅区的琴次 入新千岁机场搭火车去小津的话就会经过这个站 在伊安附近就找到琴次团田兵村兵屋遗迹 保留了其中一间当时团田兵居住过的兵屋 开拓市在1884年决定在这个地方建立团田兵村 总共有208间兵屋 第一批人包括198个团田兵 还有他们的家人合共965人 于1885年5月移居到这个地方 之后增建兵屋去到266间 最初的198个团田兵是一个中队 编成了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他们又是兵又是开荒农夫 这间是133号来自工程院青野专翅郎的兵屋 看看这里的地图 街区是整齐的四方格 保留了昔日团田兵村的规划 每间兵屋面积是58平方米 现在遗迹兵屋里展示了当时的农具 通往屋的另一面有一块农田 面积大概是440平方米 这块田就是曾经由青野专翅郎负责打理 中籍桥墨、大墨、马铃薯、大豆等等 现在由市政府等等的团体管理 真的用来耕种 牌上写了今年的农作物是洋葱 除了屋旁边的农田之外 每户还获偏16,500平方米的荒地作开垢 这间屋原本经过几次改建 于1970年因为要保存而清拆 之后重建復原作为展览用 可以进去里面参观 不知道摆设和实际有多大分别 保存得非常好 而且面积很大 如果尼家获分派这间屋都不错 但不需要有农田 进去里面是和室 放了一部积极 再进去里面就是四铁半的房间 应该是睡房 冰屋看来不错 但最大问题是要抵受近半年的寒冬 开垢北海道最大的问题就是冬天 除了寒冷之外 直雪严重阻碍室外活动 基本上什么都做不到 参观之后就填好问卷 要移居去到严酷的环境 全田兵获政府分派住屋和农田之外 还有家具、农具、三年米粮的津贴 除了耕田之外 主要任务就是训练 团田兵早上要接受训练 夏天的话下午要耕田去到六点 这张画可以看到当时团田兵的工作情况 不过画里面不是琴齿 而是另一个冰村山鼻 在宅市较南的地方 在中岛公园附近 团田兵制度也是出自黑田青龙 刚好1875年 日本和俄罗斯签署了富业岛千岛交换条约 日本方面要加强北海道防卫 防范俄罗斯入侵 团田兵有一定的作用 另外日本进入明治时代 在内战的武神战争里 战败了的武士失去职业 团田兵制度作为救济 被失业的武士有新工作、新生活 除了失业的武士 以公司单位、宗教团体单位 还有农夫团体单位 去北海道开狠 一口气为一大片树林和湿原的北海道 作开狠发展 而团田兵制度去到1904年遭到废除 维持了30年 琴次团田兵村兵屋遺跡附近 有琴次团田历史馆资料室 我和职员女士谈谈了一个小时 原来她是团田兵的后裔 实在是一个难得的体验 北海道人口有1869年的大概6万人 经过开拓市政策和团田兵制度 17年之后的186年 升至到30万 到了20世纪的1901年 突破100万 而窄房市由最初1857年的 智川铁一和吉田茂八两家人 总共7口和一些阿伊路人 30年之后的1887年 增加至到13000人 踏入20世纪的1907年 达到66000人 20年内增幅达5倍 包括窄房整个北海道的开狠事业 发展顺利 又来到看地图的时间 为什么要选择窄房这个地方开狠 在前半已经讲解了 但再看远一点 窄房市中心地带 不是邻近港口 日本传媒经常会说五大都市圈 包括东京 明古屋 大阪 福江 还有窄房 只有窄房不是港口城市 附近也没有大型港口 北部距离石首湾 只有少少距离 但也不选择沿海地带作为市中心 他要选择什么都没有的创城桥为中心 1771年出生的探险家近藤重葬 生涯去哈尔探险五次 要选择要塞之地的话 近藤注目于河流交通和运输 因为陆地都是湿原和密林 交通不方便 他选择了石首平原和有石首村流过的地方 大概就是窄房市东区 也是大有龟太郎落脚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位探险家 崇普姆四郎 出生于1818年 一生里总共去哈尔探险六次 并识港亚伊奴宇 调查时会和住在当地的亚伊奴人沟通 崇普认为如果要在北海建首府 应该要在丰平村上少少 窄房和丰平一带 他指的地方就是现在的窄房市 经过大有龟太郎的开狠 最终岛二勇和岩村通晉规划 落实了窄房的中心地 还有一点 回到创城桥旁的窄房建设之地石碑 上面写了这个地方是前咸和千岁之路 还有通过草岩山路 去到小路之路的交叉点 这里有六路交通的基建 又再看看地图 沿海一带和石首村两岸都不是住宅 而是农地或荒地 为什么不善用地方 全部都开发为住宅或商业用地呢? 原来窄房的地质有些特别 有坚硬岩土和冲雨水源的线壮地 另外有以沙和泥堆积而成的泥炭沼窄 其中泥炭沼窄不适合农耕和建屋 看看窄房市一带的地质地图 中心是JR窄房站 藍色线是咸管本线 火车轨以北灰色和淺绿色的地方 就是泥炭沼窄 以北沿海的地方都是泥炭沼窄 估计开狠初时人们知道这一带地质 所以没有追求沿海 而选择离开海边的线壮地 以上大概考究了摘房初期开狠的过程 正因为是不足200年前的事 比较容易追查 但也用了很多时间 我暂时未找到以这影片方式 追寻扎房开狠事迹的资料 大部分资料都是分散的 或者只有几句文字解释 另外扎房开狠还有铁路 农业学校和旅游景点的事计台 游国博野等等主要地方和其他发展事迹 希望在另一集《扎房发展特辑》可以作讲解 在前往新千岁机场飞机上挑望扎房 看到一大片树林 就可以想象到最初开狠的人们 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时间 感谢观看